这一集我们来到欧拉古城 这座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耶七世纪的遗产小镇 它在古代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于2008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从外观看起来就像一栋独立的建筑 但您能想象到它里面居然有清真寺、市场和870间住宅吗? 漫步在红色的沙岩峡谷之间 您可以欣赏古老的岩石雕刻 以及领略这片壮丽自然景色 接着来到同在欧拉的伊克玛山谷 这里被誉为户外图书馆 同样于2008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在整个遗址中有500多处言画和5种不同语言的雕刻 记录了关于多个历史时期人们在此地访问或经过的线索 众多的名文都在讲述自己独特的故事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又不得不赞叹伟大的文明 参观伊克玛山谷就像穿越时光 探索曾经繁盛在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这是一个将自然与人类工艺巧妙结合 讲述着过去故事的地方 今天仍然引发着旅行者和考古学家的兴趣和灵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